同在亚洲泰国篇 今天开始我们要认识泰国的医疗 这个国家很特别 它大概是东协国家当中 唯一拥有全方位全民健保的国家 而且跟台湾一样 它的纳保率非常的高 口碑也很好 在泰国健保纳保率高达99% 而且几乎所有疾病都在健保给付的范围之内 泰国的贫穷人口比例大概不到11% 泰国政府连这一群人也照顾到了 推出一个30元泰铢的计划 除了政府帮你付保费之外 你只要付30元泰铢的挂号费 相当于台币27块 就几乎所有疾病都可以得到医疗照顾 在自己的国民已经照顾好之后 泰国这几年就很积极的要发展所谓的医疗观光 而且在这几年很成功的吸引了来自日本 还有中东地区的高端客层来到泰国 他们一边做泰国的旅游 一边也做一些健康检查 必要的话再进行一些医疗的行为等等 那么在高端客群想要保住这块市场 当然就必须要发展所谓的医疗科技 再看这个是雷纳生的医疗手术 这个是一种非常先进的 微创的手术方式 在台湾已经引进4年了 可是泰国才刚起步 所以泰国的医疗诊所 几乎每一年都会派不少的人 来到台湾学习 如何操作雷纳生机械手术 说起泰国医疗 还有一个商机也要带您来认识 那就是很低阶的医疗手术用的手套 它之所以很低阶 是因为橡胶生产的医疗手套 成本低 售价也低 可是它的用量非常大 全泰国最大的手术手套生产商 也是来自台湾 为了保护当事人 我们无法曝光影像 2017年就有超过65万名的难民 滞留在中国 无国籍的超过50万人 2015年此季接受 联合国难民署的委托 每个月举行一次疫诊 为生病却无处可去的难民 提供援助 我已经去医院了 但这不是很帮助的 他们没有能够治疗我 我想每一科我们都有 因为每我们的医生来了 算是很多将近20位的医生 每个月一次的大型疫诊 6到700位的病患 几乎都是来自各国的难民 因为泰国当地人民 享有全民健保 泰国在2011年开办了全民健保 纳保率高达99% 并且实施30元的泰铸方案 这也是泰国中央底下的1330电话服务中心 一般民众对各大医疗院所提供的服务 如果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反应 也类似是客服专线 泰国的医疗发展 除了落实健保普及 现在更追求医疗品质 甚至是技术水准 实际来到泰国公立医院 采访团队客服万难 取得进入手术室实际拍摄的机会 这里有全泰国第一部3D电脑导航定位的 微创机械 雷纳生机械手臂 大部分用于脊椎手术 目前全球有超过2万例的成功案例 4年前引进台湾医疗界 而泰国刚要起步 它看起来像酸达瓶 小一点 Zora Yus 医生 是泰国第一位使用这项 高科技机械执行手术的医师 2017年2月份 他还特别安排了三名的医护人员 到台湾的医院学习相关技术 吸取经验 以辅助手术治疗 他们有很专门 然后有很多技术 技术等等 他们才能够发达 为我们能够发达技术 进行专业的东西 提供为医学习服务 和社会计划进行专业的医院 和社会计划进行专一部 发达技术 Zora Yusuf 在台湾雷纳神机械手臂共有四家医院使用 成功手术案例突破千例 至于泰国2016年11月引进 到2017年的上半年 约完成了40例的脊椎手术 两例的脑部手术 台湾医疗水准虽然较为优势 但是泰国正积极进展中 他们在2017年的4月份 还利用了机械手臂 完成全亚洲首例的脑部手术 如同泰国的国家发展 医疗水准也正在起飞 水汁而来的还包括2017年预估的 19亿美元的医材市场商机 像是手术中正在用的手套 就占泰国医材出口约五成 而背后的生产者 其实来自台湾 这些机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后来我们想说 这里原料的资产地 所以就把工厂搬到这边来 台商正登彦的母公司 来自全台湾最大的医疗用 口罩专业生产商 因为泰国是橡胶原料产地 30年前来设厂 除了内销国内市场也做出口 泰国的医材出口市场 医疗用的手术手套 几乎占整体出口的一半 出口金额高达两亿美元 泰国做的 销泰国以外还要销台湾 还有泰国的缅甸 辽国柬埔塞 手术用的手套 虽然属于低阶耗材 但是使用量庞大 像是泰国公共医疗 每年至少薪 250万名的病患 来求诊间旅游 以日本中东地区为主 医疗观光产值约是两亿美金 占亚洲的四成 走这种高端 所以吸引中东的有钱人到泰国去 不管是做健康检查 做心脏手术等等 很多泰国的医院 其实在观光医疗这一块 真的是走得在台湾很多很多 泰国的观光医疗 有别于东协其他国家市场发展成熟 值得台湾参考 但也因此让泰国的医疗资源 过于集中在私人医院 同时医病比约是一比两千 医师荒现象甜重 未来台湾双方在建立 医疗交流的基础上 或许也有更多合作与互补的可能 感谢观看